第36题,36题到38题是题组 年节将至除旧不新 静腾想选购烹饪电器产品给家人方便烹调食物 吃起来比较健康 静腾搜寻了以下资料 水泼乳 加热食物时,水槽的液态水经过加热器升温至300度C左右的蒸汽 接着喷出300度C左右的水蒸汽接触食材 迅速将食材加热 使水蒸汽还能冲刷掉食物的油脂 使水泼乳能够短时间将生鲜食材烹调成熟食 且食用的时候也能降低将油脂吃下肚的几率 气炸锅 借由气炸锅上方的加热器产生高温热风 是用热风去烤而不是炸 在密闭空间内进行高温烘烤 让热空气在食物周围循环 把食物本身的油脂逼出产生油炸的效果 并创造出类似油炸食物的酥脆感 阅读后回答36到38题 第36题是问 右图为 冰持续加热时温度水 加热时间的变化图 水泼炉中的水在加热后 是以哪一阶段状态 喷射出接触到食材 我们在前面的文字中 我们已经看得到了 我们的液态水加热至升温至300度C的蒸气 同时喷射出300度C左右的水蒸气 所以我们接触食材的是水蒸气 所以也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所显示的 钉这个阶段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是以哪一阶段状态喷射出接触到食材 我们答案选的是 猪丁气态水蒸气